它根本就不是的所谓的公开招标的标数 它只不过是一封信函表达它对这一个产业的兴趣而已 所以我要indication of interest 有益竞标的兴趣 然后提到这一个16亿马币 其实是16亿八千万马币 它写到这里 但是这个只不过是通过这一个不知名的带领 提出这样的一个宪明 所以对一个真正的公开招标到底是什么 政府本身应该要有一个底价 底价从何来 它必须是来自我们的股价行的 股价是点一个专业办法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这封信纯粹是一封信 表达它有意愿的参与投标 但是假如说真正的公开投标的话 它必须经过这个程序 到底如果十个公司进来 大家同时投标一起开标 然后看谁是得到最高的 谁是最高的这个投标者 它原本就是应该这样 所以我认为 这就昨天我讲的 不单单只是要看到一封信件 它是否已经把这个钱投进来 那我更要问的是 既然它都还没有招标 它怎么会有这一个所谓的commitment 它怎么能够把这个钱交上来 所以充其量我只能说 这是一个一项书 来表达它有信心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股价报告 这个股价报告呢 政府的土地呢 在马来西亚是由我们自己的 这个部门来做 股价的部门来做 但是外国呢 一般上你都找呢 这个海外的这些知名的股票 这个股价行 他们来进行这方面的专业报告 所以从那一边 有了这个报告 你才知道你的底价是多少 从那边来看 当你的时间越来越长 当经济越好的时候 因为这个寸土如今的这个香港 比如说拉多两年三年 一般上来讲 它的地价都会高 可是这一个情况有点特殊就是呢 2025年它的企业到了 所以这一点 真的是呢跟时间赛跑 所以我讲这个给大家知道说 这个充其量呢 只是一项书 不代表这是一个公开竞标的结果 我欢迎他可以进行这个公开 公开的这个投标 我更希望他能够得到更高的这个价格 对国家有好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 我还是一样 到目前为止 他可以居心的加油 然后真的是能够败到这个价格的话 我也会毫无保留的 像他自己 这我说过的话算是 那我开始认为 我们将的兄弟兄弟孩 我们也需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